为了协助水里国小女足队的队员圆梦 代表台湾前往欧洲参加国际足球比赛 水里国小日前特别举办 母爱发光女足争光的募款园游会 除了庆祝母亲节之外 师生们动员摆摊 足球队员以及志工妈妈也都尽全力来帮忙 希望借此可以协助孩子来圆梦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课程的学习之外 在我们女足即将要参与国际比赛的前夕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母亲节的活动 一起来为我们的女足队来募款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重要的主题 这次的捐款大家很踊跃的捐款 但是因为资金还是有些不足 需要大家继续帮忙我们女足队 我们希望可以出国比赛 志工妈妈表示 今年的母亲节比较特别的是 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努力 藉由这样的活动 帮孩子们募款 让孩子们圆梦 她觉得相当有意义 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有经费可以出国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次的活动 今年的母亲节觉得特别有意义 是因为全部包括家长本身还有小朋友 一起来完成这个梦想 先议员肖志全 陈淑慧也到场共襄胜举 议员们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共襄胜举 帮助孩子们圆梦 今天特别透过大家的共同乐捐 希望能够早日让他们成行 让水里能够走出去 让南投甚至台湾能够在世界发光发亮 那部主的部分 淑慧也在这里呼吁我们水里乡的家长 还有很多的一个企业能够共襄盛举 因为这个是我们水里乡在地学生的一个荣誉 可以代表全国然后就到欧洲去做一个比赛 透过办理母爱发光女足争光的募款原油会活动 除了要感谢母亲辛劳以外 也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摆摊募集出国的经费相当有意义 但是经费稍嫌不足 议员们感谢校方的用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帮忙 水里国小女足队 让孩子们有一个圆梦的机会 记者邱平一水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